台湾昨天大清德就职代替蔡英文 好像台海没什么动静 原来不是昨天开始的动静 早在今年2月已经开始有动静 首先讲讲近日发生什么事 5月14日路透社有一个独家的报导 美国的海军和台湾的军方在海上意外相遇 特别是意外 美国海军和台湾海军意外地相遇 意外地相遇之后 竟然连续几天做了一些军事演习 特别是在通讯、加油、补给等等的基本科目 做了一个所谓联合的演练 大家看完这些新闻就觉得很好笑 首先是路透社独家报导 另外那个用词就非常之是 怎么说呢 事情发生了就好像觉得很尴尬 方死人知道这样 但是又不知道 既然人家又好像想人知道 不过就要编个藉口出来就说 其实美国海军和台湾的军方不是专专一起合作 预早计划了去做一个演练 只不过就是刚刚是偶遇 在海上偶遇 意外相遇 所以既然意外相遇到了 不如就顺便做一些演练 确保双方在紧急情况之下能够共同行动 看完这些新闻就会觉得 又要做又要害怕 又要害怕人知 但是这方面就变了觉得 觉得美国和台湾做事都挺 不够大方 简单来说 也好像还是很害怕 中国知道他们有这件事发生 但是又不想不让人知道 其实在这么大的太平洋上 刚好美国的军舰和台湾的军舰 可以偶遇 接着拆出火花演练 还要为期数日 这个也相当 并非巧合那么简单 但是这些硬砌出来的 藉口就骗不了人的 反而暴露了他们的弱点 弱点本质 本质就是说 他们其实都 战战兢兢 害怕的 又说要示威 又要示威又要害怕 中国外交捕发言人 汪文斌就回应了 汪文斌强硬很多 汪文斌就说 在5月14日当日的记者会上 他说敦促美方 停止美台 军事的勾结 这是一个错误的行径 亦都说给民进党听 以武谋毒 以武拒统 都是死路 注定失败 这一点是不会有意外的 美国的军舰和台湾军舰 意外地巧合地相遇 在太平洋 但是汪文斌就说 如果台湾是以武谋毒 以武拒统 这个是死路一条 这一点方面 是不会有任何意外 那至于 谈到是世界 世界卫 世界卫生组织的 早前的大会 没有接受台湾的 这个魏政府的时候 汪文斌就说 民进党自从在2016年上台以来 就不承认这个九二共识 坚持以一个台独的身份 去一个分裂的立场 导致台湾地区 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 不复存在 因此中方是决定 不同意台湾地区 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 旁听都不行 以前是台湾可以旁听的 自从 民进党上场 走这个台独立场 基本上 中国是 连台湾 旁听世卫的机会 都不让它 有这个机会 所以这个是 原则性的问题 既然你民进党是这样做 中国也在原则上 最重要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这个是一定要坚持的 所以就不会让你 以任何的身份参加世卫 这次美军和台湾的军舰 在海上意外相遇 其实大家知道 都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 一旦中国武统台湾 两岸如果发生战争 美军究竟会不会来帮忙 都是一个移民 早前我也在这里说过了 美国 曾经是 做一个 军事的一些推演 冰棋推演 这个冰棋推演已经 说明了 就是说 一旦 如果台海有战争 而美军是想去帮忙的话 美国在 太平洋的基地 包括是 关岛 冲城 菲律宾等等 这些基地 如果是有战机的话 极有可能 这些战机 有九成都没有起飞 就已经 可能是被中国的 导弹 摧毁了 所以这个 郭冰棋推演已经说了 所以当真正说 中国是 有行动 武统台湾的时候 究竟 美军会不会帮忙呢 美军如果是帮忙的话 他说可能 根本他的空军 都没起飞 已经被炸 美军究竟 够不够胆 去派航空母船 去南海呢 怕不怕中国的东风导弹呢 这里一直都 很多人都在计算 所以现在美国的 军舰和台湾的军舰 就说做演习 我们如果 就是说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台海 有紧张局势 美国军舰和台湾的军舰 就可以合作了 去做些东西 去做些 准备 现在就先做准备演练 这样 其实这些 所谓的军舰 其实就 如果看回那个形势分析 基本上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 你可能 真的是 中国要武统台湾的时候 一旦战事发生 美国军舰 可能根本 完全是失踪 也不顶 好了 其实 美方 就不是今时今日 5月14日 才做事的 他早在今年2月已经在做事了 就是在 美方的挑衅之下 台湾 应该说台湾方面 一直都在配合 在做事了 例如 在 大连初五 今年 2月14日 中国有渔船被撞沉 有两名大陆渔船 两名大陆渔民是遇难的 这是今年2月14日 到今时今日 台湾当局都没有把现场的视频交出来 也没有说到谁是杀人兇手 也没有赔偿和道歉 至今 两位遇难的大陆同胞的遗体 依然在金门的 这个说房当中 2月14日发生了这件 挑衅事件 撞船事件 台湾的 海警船 海岸防卫船 撞沉了 中国的渔船 导致两名渔民死亡 这个组在2月14日 已经出现了挑衅 到了5月8日 ABC的新闻就报导了 美方有 军舰 去台海 中国方面 作出一些 警告 中方是有回应的 有什么回应呢 这件事 譬如5月8日发生 美方有军舰 通过台海 台海海峡 一日之后 5月9日 福建海事局 牵头组织 海警 海监 余政 教助 等多个部门 共同在金门水域 开展 安海2024原液安全救援演练 5月9日 福建有演练 在金门水域 5月10日 又有五艘中国的海警船 和七艘公母船 再次驶入金门 这个所谓 台湾的 禁限水域 5月以来 大陆海警船 已经是第四次 编队 去进入金门海域 大致上 现在看形势来说 大陆已经是 对 厦门和金门 这个海域 基本上已经有 全面的管车 所以这方面 大陆已经加强了 在金门海域的控制 另外 美国方面 也出了一个 法案 原来根据美国的2023年 国防授权法案 美国将会从2024年起 派美军顾问常驻金门 澎湖 陆军两棲营 并不定期驻训各特战营 即是已经有美军常规地 进驻台湾的金门 和台湾的澎湖 这两个陆军的两棲营 已经有美军长期 出现在台湾岛里面的一些军营 可能是有些教官 在当地做一些 训练当地的台湾的 士兵 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明目张胆的部署 以前可能是不会告诉你 美军是在台湾出现 现在已经说明了 金门澎湖两个陆军的阵营 已经有美国的教官恨上地出现 现在说了一堆事件 很明显 台海的形势 其实都是越来越紧张 而且美国 跟进一步 更加是肆无忌惮地 作出挑衅 可以一会再听一下 Thomas说一说 现在他看台海有什么新的发展 接着去第二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想说一说 非洲的一个国家 江果 在哪里呢 就在这里 在中非 中非的西面 江果民主共和国 以前不是叫江果的 以前是叫扎伊尔的 但是你知道如果一个国家常常改名 都知道都不方 都不方和平 以前叫扎伊尔的 经常都有政变的 今时今日就叫江果共和国 他先说一些历史 江果共和国就是在 中非西部 是非洲第二大的 地方来的 第二大是不是 又不像 是的 江果应该是 应该是连在这里的 这一条线才对 真的是第二大 因为非洲是阿尔及利亚最大的 就是面积 如果江果是在这里 也挺大 非洲第二大 也是世界第十一大的国家 人口就不是很多 人口 人口是世界第十六大 非洲是第四大 也不少 人均GDP大概1100美元 就不是很多 江果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是有政变 这个就是 讲江果的政变 综合 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导 就是5月19日 江果 军方发言人 捱狠格就说 军方当日在首都挫败了 一班发起政变的人 政变的领导者 已经被 击毙 另外 包括三名美国人在内 一共是逮捕了50人 就是 带起政变的人 被 击毙 另外就捱了50人 其中三个是美国人 事发在5月19日的凌晨4点钟 江果的首都是金沙沙 金沙沙的街头就响起枪声 就是这个政变的领导人 就是长期在美国活动的反对派政客 叫做马兰加 马兰加 就是19日凌晨带了50几个武装人员 企图发起政变 对副总理国民议会 的议长候选人卡梅雷的住所发起攻击 这群武装人员 其后就闯入 民族公总统办公室附近的区域 但是这群人 就是想攻击 这个是 国民议会 议长候选人 又想去 总统办公室 50几个人 没有武装的 但是结果就被江果的军方 就是成功拦截了 结果就是他们针对 这个是 国民议会议长候选人卡梅雷的住所的攻击 就不成功 就是这个 卡梅雷的住所 结果有两名警卫和一名武装人员 是死亡的 是死亡的 但是 这个带头 反对的这个政变的人 马兰加 就是对民族公的攻击当中 被打死 另外 超过50个人 包括三名美国公民 被逮捕 马兰加 这个反对派 带领政变的人 在2017年 已经曾经试图发动政变 失败了 这次被捕50人当中 有三个美国人 其中一个 正正就是 马兰加的儿子 原来马兰加的儿子 已经是美国公民 而马兰加本身 是常常会弱在美国的一个反对派的人 所以这次 刚果的政变 究竟与美国有没有关系呢 大家想想 枯之欲出 因为事发之后 美国驻金萨沙大使馆 这个大使就说 这个大使叫做 路西塔姆林 事发之后 他就在社交媒体里说 我对于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感到震惊 并对据称有美国公民涉嫌参与的报道感到非常关切 大家请放心 我们将与 刚果当局全力配合调查 这些犯罪行为 追究任何参与犯罪行为的美国公民的责任 这件事就政变了 就由一个活着在美国的 叫马兰加的人带领 带着50多人去攻击 结果就失败了 马兰加被杀 50多人被逮捕 接着美国驻江果大使就出来说话 就说 我对于这件事很震惊 我会配合调查 我猜不到有美国公民有牵涉在里面 这是事后所说 但其实事前 原来早一段时间 这个美国驻金沙沙大使馆 曾经发布过安全警报 他说江果政府的安全人员正在展开行动 并提到报道说 当地可以听到枪声 整件事在政变之前 美国驻金沙沙大使馆 金沙沙就是江果的首都 他的大使馆曾经发布过安全警报 好像他已经预计了会有政变发生 他还形容 发动政变的人是一些安全人员 正在开展行动 如果看回事前和事后所说的话 就很不同了 事前有个安全警报 如先知道有政变发生 事后当政变失败之后 他就说很震惊,我会配合调查 大家如果看完这些分析 都可以估计到 这次江果的政变 其实是牵涉什么人 究竟是哪个国家 是有机会在幕后 有一个 嫌疑干涉的行动 不过 现在江果 军事上也不是 也不是那么重要的战略的地方 江果本身就是 抗业比较重要 比较重要 不时的政治 都不是那么稳定 这次似乎 又有美国的影子 简单来说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视频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 石楼台都有视频看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特别是卢社长和我有关中国的新闻时事分析 制作内容需要投入很多资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 订阅石楼台 有你的支持 我们才可以继续制作 多谢大家